多少都会影响到整个轨道的一个布设的一个现行 那么在车站的北侧呢 大部分是属于住宅区跟商业区 R04车站的南侧呢 则有部分的住宅区 还有一些的是属于机关用地跟学校用地 那R03的车站的北侧呢 则是现在广池博爱园区 另外其余的部分就是属于这个住宅区 那南侧的部分除了少部分的住宅区之外呢 大部分都是向山也就是公园绿地 还有一些学校呢跟机关用地